帶了很多年的和美町美鳥路透款案 總算通過 相關的兵體也已經拆讀 現在在中華館議員林宗漢就提出建議 他說這和県國中以前 一個蘇聯的土地 是不是可以做回來徵修 讓和県國中的學生跟家長 會有一個更安全的接散空間 經過正處之後 管府也同意徵修 林宗漢今天日子都現場跟校長 做回回看 希望到路透款工程 只要自己擔心 和美町美鳥路透款案 在在放了幾六年之後 總算進入初期的改端 不如和県國中的學生跟家長 可以有更安全的接散空間 像法官員林宗漢 因此更以後長一台蘇聯的基領地 也一邊來徵修 經過正處之後 管府也同意徵修 林宗漢今天在整頓現場跟校長 做回回看 就看一看 不然看一看一看 這次我們的美町路透款案 順利完成 在這裡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彰化縣長王衛美 這幾年的支持 以及我們陳樹葉委員 和陳秀寶委員 他們在中央 極力幫助我們 因為扣寬案的完成了 還有美中部組就是我們和県國中下門口 增收的範圍內 剩餘80平方公尺的土地 行駕駛行駛更加安全 更加便利 和県國中校長的表現 好好前提供給家長停車的 提供空間更是優惠 很感謝國風的協助提供 學生上下課的安全空間 美町路透款案 非常感謝我們彰化縣長 王衛美 王縣長 跟我們陳樹葉立委 跟陳秀寶立委 以及我們林中漢議員 大力的爭取 在中央跟地方合作 讓我們美町路透款案 能夠在這次通過 因為我們學校東側這邊 還有大概80平方米的私人土地 這次也非常感謝我們林中漢議員 在議會裡面提案 希望由我們彰化縣政府 能夠出面 將這個80平方公尺的私人土地 也納入這次的美町路透款案裡面 讓我們東側的這個部分 能夠更整體規劃一個 家長的避車彎 讓家長在接送孩子上下學 能夠更安全 然後讓校園的外觀 能夠更整體美麗 美町路透款工程 已經漸漸在進行當中 在美町路跟中心路口的面具 在去年已經有民中 自己進行貼圖工程 並將經過這個地方時 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春華新聞 李明洪何必 彩虹伯德 請到 谢谢大家